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凯阳 来我们的蔡总统 风尘仆仆十天 去拜访了两次美国 很好 大家都很开心 随团的人也很开心 好 看到他好像很风光的回来 才一脚落下桃园机场 结果呢 中国航母就出动了 天哪这是什么 看看 我之前看我那个 倒数49天倒数699天 我说台湾会发生三件大事 你们看了没有 赶快去看 海洋老师的预言比什么都准 真的我不骗你们 你们一定要去看 我说好惨了惨了 他一出国如果去跟 不是裴洛西 他去跟麦肯锡见面 台湾肯定要遭受慈余之殃 来我们来看下去 好新一波的中共军演来势汹汹 我想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吗 想到我们蔡英文总统呢 她说德不孤必有灵这句话 你知道什么叫德不孤必有灵吗 那在我们旁边的那个中国啊 我们有跟她为灵吗 有啊最近的对不对 但是我们跟她和气生财吗 没有啊 那她的德政在哪里呢 我真的搞不清楚 马英九好不容易去搜寻一下搜寻一下 可能就不打台湾了 结果呢 看下飞机 她去见了麦肯锡再尤为结果发生了什么 第二波 中共军演来势比上一次更凶狠了 昨天76架飞机飞上台湾领空 等一下给你们看你们会吓死 我们台湾完全没有消息 然后呢三艘船军舰加上一艘航母 台湾哪几个港口全部 你看吧 看怎么样才会过日子呢 她讲三天 上次她也讲说要三天 结果她搞了七天 搞了八天 这次她也讲三天 搞不好就跟你搞了十五天 我真的很害怕呀 来我们接下来看好不容易呢 哎呀春暖花开 看能不能把事业做好一点 结果现在又在军演了 媒体报导阉割版吗 独家解密给大家了解一下 你们可以在下方留言 帮我按赞分享 开订阅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好这一篇里面呢 林海洋大预言倒数49天 台湾家方发生三件重大事件 老师预言准到报看到没有 台湾危机再次预言到位 看啊 十几天前她出访的时候 我就做了节目了 出访我们蔡总统出访 我就做了这篇节目了 然后呢49天 这49天以内 我们都要倒大煤 来接下来 好看到没有 福建福州平潭跟台湾 平潭离我们台湾最近吧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小山通可以走平潭 而且呢一个小时就到了 好那蔡英文呢 总统7日晚间正式结束呢 民主伙伴共荣之旅呢 返底逃回机场 大陆福建海事局水局 7日晚间10点许宣布 8日起在福州平潭 两个海面进行实弹射击 这次是实弹射击不是空炮弹 来 到底中共会对台湾下什么重手吗 看来看去 你看到这个桌子上面坐的什么人吗 来 8日呢 从蔡英文脸书发布的照片可以看出呢 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她的左手边第一个 国安局长蔡明燕 然后呢总统府的副秘书长呢 黄崇燕 还有张纯涵 国安会的咨询委员呢 陈俊林等人与会 照片坐在桌子上的 除了国安局长以外呢 没有一个军事战略专业 我们的三军统帅呀 他真的对军事那么了解吗 看到了没有 8日人家已经发动攻击啦 4月8号就前两天嘛 他回来台湾第一件事情把这些人 他的大臣们 他的最乖的大臣们都坐在他的旁边 然后呢 军事专家在哪里呢 哎不要说我讲话这么酸哦 这真的是这样你国安有危机了 怎么会这样子干呢 来我们再看一下没有一个军事战略专业 管会的军方背景人员呢都不在 国防部官员都不在 看到了没有 没有一个在这个他的会议里面 他应该是要开紧急军事废议耶 而不是跟这些人话家常啊 对不对 我又拿到个什么班什么奖回来啊 我又得到什么麦肯锡 对我们的支持啊 好了 现在呢 那一天早上一大早 我告诉各位 我 中国的航母跟美国的航母就开始对峙起来 两艘航母 就在台湾海峡旁边 来我们继续看 好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吗 福建海事局呢 随即又发布了航行警告 8日11日13日15日17日20日呢 8点到12点 然后呢 将于罗元湾可门水道呢 连山东南部呢 附近海域呢 组织实弹射击训练 禁止一切船舶驶入 就是你不能开到这个地方来 看到了没有 他怎么会只有一天 一天演习啊 好 8日11日13151720就几天啊 从8日到20日几天我请问大家 12天啊 整整12天呢 后面会不会要继续呢 加演呢 有可能我要告诉各位有可能 来接下来 巴黎岛呢 解放军东部呢 战区又宣布 8到10号呢 将按计划在台湾海峡 台台湾岛部的台岛的北部 南部台岛以东海空域呢 组织环台岛战备巡河 然后呢和联合力舰演习 他出动了三艘军舰一艘航母 加上76艘的飞机飞过台湾领空 我们有没有 警报系统想一下 没有 日本都先发布新闻 看了都真的 日本好像我们的国防部 来接下来 好 中共东部战区呢 联合力舰呢 演习呢 释出的画面 大家看到了没有 人家是在战备状态 我们是在什么 开一个圆桌会议 我们总统来 开这个圆桌会议 在干嘛 人家在战备状态 看到了没有 这两相比照的话 你们觉得台湾现在是在干嘛 一副你就不敢打我的样子 哪一天抓狂了 打你又怎样 等一下给你看一个图 我们小编很细心 他可以当军事专家了 来这个马克很厉害 来我们给他找一下 找这个资料给你看 都会吓一大跳 来 看到了没有 有厉害吧 来 中共飞弹火箭部署呢 全况 不要笑 我真的也是在苦笑 射程及密度呢 重叠几乎铺盖全台 看到了没有 这张图好不好玩 台湾这样子好不好玩 跟中国这样干好不好玩 人家是这样子 整装待发 中共飞弹火箭部署全况 射程及密度重叠几乎铺盖全台 你看到这个东西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台湾就在他的 全部的射程范围里面 随便都可以射到台湾 那人家是这样子的战备 我们是在开圆桌会议 庆祝蔡总统得奖回来 我的天啊 蔡总统要保重啊 两千三百多万人的生命在你手上 真的要保重啊 千千万万帮我们保重 谢谢你哦 来 看到日本日本又发布讯息 我看了都很头痛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都是日本在帮我们发布讯息 我们国防部的官员在干嘛呀 还是有受到什么压制呢 全部日本语 我不会念啊 对不起哦 你看 看到没有 山东空母 建番号十七 日本语哦看到没有 日本发的讯息啊 台湾的讯息在哪 没有 来 这次呢 山东号呢 是在服役呢 并于南海训练两年后呢 来 首度始初呢 第一岛链穿越巴士海峡通过呢 额链比南方的200海力哦 非常靠近台湾哦 政治上的宣传军事意义极为重要 势必会进行包括呢 舰债机 放飞和回收等各种演讯 目的在军事上验证其训练的成果以外呢 也是刻意对美展现了反介入作战能力 就是告诉美国你不要再介入了 把台湾当做一个 应该怎么讲呢 我现在没有更好的形容识 就反正台湾哦 就是该倒霉就对了 对不对 他们两国之争呢 台湾就第一个该倒霉的 然后呢 另在政治上则是向美国示威 美国跟台湾示威 好所以呢 你觉得 还有一件很重要事情 我们会另外做节目给大家 德国的总统啊 还有欧盟的主席都去拜会习近平了 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德国总统 啊不法国总统 对不起法国总统 对不起法国总统 对不起小编提醒了法国总统 真的 快昏倒 还有呢 像这种情况呢 到底是怎么样呢 哎 这个呢 中国 欧美跟中国的关系 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做节目给你 真的 你要晓得 没有那么单纯啊 这个国与国之间啊 不是这么单纯的 对不对 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 为什么不能和平共处呢 还要非得呢 剑拔奴章呢 你使我活呢 搞得百姓哦 每天哦 心惊胆战 日子已经够难过的 什么东西都涨价 涨到大家头破血流了 然后再来 再来接下来还会怎么样 大家不要活了吗 不用生活了吗 来看一下 大陆近年来的军演分布一栏土 我们小编很细心 把这个东西做得非常好 看到没有 那大陆飞弹基地设成 以涵盖全岛 看到没有 哎呦我的天啊 然后呢 去年八月军演 共军已完成 环堵全台六区计划 人家都帮你看透透了 你台湾就这么大丁点了 你哪个地方部署什么 你哪个地方有公路 什么有军机 他帮你看光光了 我们就等于拖了全身光光 给人家看到了 近日航母以突破防线 突然现身台湾东部危机 你看到没有 你以为他就这样简单吗 我们的节目 我们电视节目那些名嘴 天天说台湾不会被打 台湾打仗也不怕 你不怕 你不怕是你啊 你先逃 来 大陆于内地军演 实际可拿下日本外岛 我告诉各位 我看到的一个 日本的产生新闻里面 他写到 他说 现在日本最怕的就是 台湾跟中国的战争 一旦爆发的话 日本一定被波及 南韩新闻倒没有看到 但是看到 我看到那个NCC的新闻 他说现在日本最害怕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怕台海战争 他们不愿意被拖累 这样大家知道吗 谁喜欢被拖累 你们家的事情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你要商榜 你要建楼市跟你们家的关系 跟我没有关系 对吧 我为什么要去撑呢 他现在经济也不好 好不容易就了一点点 日币才稍微涨一点 对不对 已经够惨了吧 而且他也都是老龄化的社会 然后又要面临大地震的威胁 他怕不怕 怕呀 谁不怕 接下来 好 那所以呢 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什么 海洋老师要告诉你们 这个月 农历 连真 不是这个月太阴化祭月 太阴化祭月下一个月是太阳化祭月 不对 我又讲错 下个月丙连真化祭月 连真化祭在老公 在蔡英文的老公 他的命盘我看到N次 我看都不用再看 我都背起来了 他的命盘里面 现在走的是太阳化祭 他看不清楚局势嘛 每天就你看几百天 七百多天都不接受媒体采访 就关在他的官邸 养了三四只狗 陪伴他 然后呢 官员有空呢 进去开开会吃吃便当 其他的时间呢 他一概不管 那个苏光头在当行政院院长的时候 对不对 他一概不管了 好 丢给苏院长 买死买我你自己去拼 很厉害 第一名 我真的 帮他按一千个站一百个站有点厉害 但是问题现在他出国以后 回来以后我们变成这样 我们是不是要很谨慎 人家在帮你做军事军演呢 你还在开什么圆桌 庆功宴吗 没有一个军事专家 已经八日航母都在海上了 还在跟美国的航母在对峙 你觉得如果这两个国家打起来 台湾不是深受其害吗 对不对 不管他跟谁打起来都一样 他跟台湾打起来 我们也深受其害 他跟美国打起来 我们也深受其害 因为反正也不在美国领土 也不在中国领土就是在台湾领土 台湾海域 谁倒霉 台湾人民倒霉 两千三百万同胞们 你们一定要记得清楚楚 万一发生了战争 你们怎么逃 和铁达尼号 唯独的 那个铁达尼号唯独那个女主角活着 那就是蔡英文总统 不就这样 好 那大官会先跑了 不会占到一兵一族了 因为行政院越少人不干了 所以我现在不想送他一支那个什么 魔法棒的 也不送他一支魔法哨把 因为他已经下台了 他现在是平民 对不对 他也不是行政院院长 我本来还期待他 可以打到一兵一卒 看来很困难 想到这里 其实我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2023年农历2月3月4月 我告诉你 没有好日子过 接下来可能还做 他现在已经对消美金做出制裁 他很多的经济制裁就会接种了 你会有好日子过吗 你总统府里面 你不管是大官小官全部都是拿的高薪 那我们这小老百姓就该死了 就该死了 就活该去跳海了 不是吗 你知道可怜那些渔船 我看到渔船被采访他说 没办法我没有鱼 比军舰在那边更可怕 没有办法生活 他飞着冒险出去捕鱼 有没有想到百姓的可悲 德不孤必有灵 什么叫德不孤 大家知道什么叫德不孤吗 你这个德政是温和的 对大家都好的 对百姓是有利的 才叫德不孤 你了解吗 有没有念过论语 有没有念过古书 德不孤的意思是说 你对百姓的照顾 让大家知道你的好 你对百姓的体恤 让所有全百姓都知道 你是有德之人 这个叫德不孤 那德不孤必有灵 你是要柔软的 对待你的子民以外 你还对待你的友邦国家 就算他是共产国家 你也不需要挑衅他 对吗 你何必跟敌人为敌呢 你不是神经吗 你明明知道他是我们的敌人 你还跟他为敌吗 那也不是真正的敌人 人家 马英九总统去了一趟之旅 回来以后 多受到热烈的欢迎 他好不容易 希望他说他要以和平的一个方式 拜访 然后能够止战 平息战争 他在做的是平息战争 然后动不动就又抹红了 又说马英九又是中共同路人 那只要是国民党全部中共同路人 那我告诉各位 难道民进党就没有去中国做生意了 民进党就没有去中国的吗 不会吧 我讲到这里心很痛 我讲句真的 我做不下去这个节目 不过呢 希望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台湾真的要搞到这样的吗 真的没有必要 接着下来日子怎么过呢 他现在开始对萧美琴开始了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呢 有好几个单位他开始了 我还没有仔细把那些单位的资料找出来 我好好做节目给大家 谢谢你们 不要忘记帮海洋老师按赞分享开订阅一下小铃铛 拜拜 大家保重 小铃铛 我可以吗 alk来 穿下来 我明天 尝你 他就是 就是 或许和 我 会